中央设台北二三日电,普陀山旅游发展股份公司的上市计划,一为佛教界人士的反对。 而宣告中止,中国证监会一则公告显示,普陀山旅游已从证监会撤回了IPO申请。 这也是近年中国宗教界面对商业行为的罕见胜利。 新京报报道,这场争议的主角普陀山旅游2008年11月成立,根据去年6月份发布的招股说明书,普陀山旅游归浙江省政府和地方政府资产管理公司所有。 此次寻求上市是维建设停车场、水疗设施和客运所到等旅游基础设施筹及资金。 报道称,普陀山等宗教景区的商业收益令人印象深刻。 2017年普陀山景区共接待游客857.90万人次,比2016年同期成长108.20万人次,增幅达14.43%。 直线门票收入人民币817799.42万元,约新台币41亿元,增收7468.72万元,增幅达9.30%,再创历史新高。 但宗教与旅游创收的界限愈来愈淡,相关人士决定发起抵制。 针对普陀山旅游上市计划,中国佛教协会发起强烈的抵制,发布了多项声明,指责普陀山旅游上市危害社会。 中国佛教协会官网4月11日刊载一篇标题为《谁在将佛教商业化?普陀山上市的》。 幽思,文章,这篇署名《丧真》的文章称,以信仰之名上市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文章指出,前些年,峨眉山、九华山被打包上市,已经引起社会舆论广泛购病,也成为佛教界之痛。 由于未及时处理,其负面影响一直发酵,造成一些名山纷纷笑。 峨眉山A和九华旅游已经分别在1997年和2015年成功上市, 山西五台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也曾明确表示正在筹备IPO,加上普陀山旅游。 当时舆论称,四大佛教名山有望齐聚资本市场。 官方背景的佛教协会速度发生,引起重视。 虽然浙江省周山市国资委解释上市资产纯属企业经营性资产,不涉及任何宗教资产。 但据中国证监会的公告称,根据去年11月国家宗教事务局等12个部门联合发布的设, 及佛教道教场所商业化的新规进行了审查, 普陀山旅游按照其要求撤回了上市申请。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员洛慧英表示, 当前很多中国佛教圣地已经完全商业化了。 阻止普陀山旅游上市,代表阻止企业从中国佛教圣地获利的斗争取得罕见胜利。 编辑,翟斯加,林克伦,10704231070423。